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九岁中学毕业后 就没有再继续升学 我做过老师 也试过创业 都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 我也打过工 每天重复日业颠倒的生活 我再问自己 到底我要做到什么时候 这是我要的吗 后来我想到从事 保险 销售等行业 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生活 但是起起落落这十年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那种每次重新开始的无奈 真的让人很无力 我开始对生活没有了希望 为了生存 我就坚持坐着Uber的司机 每天没有目标 没有希望的生活者 三年多前 我认识了爱多美 我记得第一次 在韩国参加成功学院的时候 我上线也叫我写下生涯规划 但是拿着生涯规划书 我久久都写不出来 可能我不相信写下来就能够实现 也或许我已经没有了梦想 但是在上线的鼓励下 我还是写了 我对自己说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当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开始认真 开始努力 开始疯狂 这三年 爱多美一一实现了 我写在生涯规划上的所有梦想 所以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生涯规划 对我来说 最大的动力就是我的父母 那种日夜颠倒 连我自己都不想做的工作 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家 竟然做了超过十年 身为大儿子的我 每次都在问自己 到底我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退休 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的生涯规划第一项就是 赚了足够的钱 然后让他们可以退休 爱多美开月两年后 我已经让我的母亲退休 而我的父亲也在今年 决定做完今年就退休 目前每个月我给父母五千块 他们退休后 我也鼓励他们到处走走玩玩 只要他们想去 非用我来负责 看他们开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是比什么都开心的 再来就是我的车子 转爱多美之前 我平日里一直感慨着 我妈妈的小车子 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辆 时尚又帅气的 Mercedes Benz 在我经营爱多美两年后 我也拥有了一辆我非常喜欢的 Mercedes CLA200 而且不必担心车带的感觉 真的太幸福了 我接下来的目标是 三年后在2020年 送给自己一辆红色的 保时捷开月S 价值780千 接下来就是我的爱多美事业 当我认定爱多美 我就全力以赴 我知道我没有很多的人爱和经验 我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当时我在韩国 第一次写下《生涯规划》的时候 就设定自己要成为皇家大师 虽然我还没有完成皇家大师的目标 但是我已经成为皇家领袖俱乐部 我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在2020年的11月 成为皇家大师 并晋级皇冠修俱乐部 对我来说 《生涯规划》书是写给我们自己的 所以写下的梦想和目标 一定是自己有感觉的 因为当我们在经营爱多美的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冷水雨和挑战 爱多美很简单 但是不容易 不容易的是坚持做很简单的事 写在《生涯规划》书上的目标 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希望在看视频的你 也开始写下你的生涯规划 找到你在爱多美的动力 实现你梦想的美好人生